新北市三重区一名50岁林姓女子日前接获自称地检署检察官的电话 表示其个资遭盗用涉及刑案 需要缴交50万元保证金作为担保 否则要面临坐牢 林女慌张提领50万元现金 且在LINE家庭群组告知原委后就联络不上 林母觉得不对劲请林女同事报警 好险三重警及时赶到现场 向林女说明诈骗手法 最后也成功拦阻诈骗 记者黄秋如新北报道